今天是防疫英雄紀念章的頒贈典禮 也是各位光榮的時刻 身為三軍統帥 我很高興來到這裡 當面向所有口罩國家隊的後備英雄 來表達祝賀以及感謝 為了提升口罩的亮人 我們除了加速產線的建立 也希望有更多人力來投入 所以我們後備指揮部 在第一個時間協調各地輔導幹部 現役軍官兵一同投入口罩製作 也因為有各位忍受機器的噪音 忍耐口罩的悶熱 以及參與昼夜顛倒的輪班 才讓我們的產線能夠24小時運作 不僅讓口罩的日產能 從180萬片提升到2000萬片以上 口罩原物料的日產能也大量提升 而各位的努力 讓社會感受到後備制度的重要性 我們的後備軍人組織 不僅是國軍聯合作戰的重要戰力 也具有安定社會建立國軍和社會橋樑的重要使命 我不僅已經在就職演說中宣示 要推動後備動員制度的改革 今天我更要在這裡 讓後備英雄們知道 未來的後備動員制度 將會在三項改革原則下越來越好 第一項原則 建立長後一體 我們要讓後備軍力跟各種軍種的 各兵科的長備部隊成為相互認同 共同努力的一家人 並且根據後備軍官的歷練和專長分為三類 第一類 具有和長備部隊相近戰力的後備戰士 將會有和長備部隊一樣的武器裝備 暫時能夠迅速動員和長備部隊共同作戰 第二類 具有能支援長備部隊作戰的後備戰力 則在暫時擔負運補 修復跟保護作戰關鍵基礎設施的任務 最後還會有在後方和民防團隊共同擔任城鎮防護的後備單位 第二項原則是要建立後備動員合一 為了要達成從城嚇賭的戰略目標 我們要整合並且擴大後備動員的任務 不僅在基層野戰單位就培養出合作的默契 在政策上更要有全盤的規劃和真正的落實 第三項原則就是跨部會的合作 後備動員是全民國防的核心 透過跨部會的合作 在平時有效地因應天災人禍 在暫時迅速達成鞏固民心士氣 讓全民的撞敵能力成為防衛部首的基石 今天現場的每一位都是我們後備組織的骨幹 我希望在未來 各位跟我一起努力推動改革 讓後備軍人成為國軍最強的後盾 我們大家一起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